除香国小至校长陈东盟到校任职之后 开始推广武术教学的活动 带领学职学习各式的武术 培养专注力并强健身心 发展至今参与比赛也获奖武术 可以说是对学职成长帮助良多 也成为学校特色代表 除香国小至去年度 张东盟校长到校任职之后 开始推广武术教学活动 让学子透过学习武术锻炼神心 并培养自信心与专注力帮助成长 我自己本身是从民国97年 加入法藏太极拳学社 于是开始跟着学习武术 那是从太极拳开始的 后来我也开始学习兵器 包括太极拳 太极剑 太极扇 小六合枪 以及少林三十六棍 那学习这些武术之后 让我发现我的心能够更沉稳 更平静 身体也比以前更健康 那他有一些中医的理论基础 来支持这样子的健康 所以我也希望说 能够把这样子的活动 带进到初香国小来 然后能够让学习 让学生能够学习到更沉稳的心灵 然后有更健康的身体 最重要的终极目标带他们站上舞台 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舞台经验 然后让学习更有自信 透过这段时间学习武术之后 也让学生们体力增长 心灵沉稳 可说是获益良多 目前练的武术是太极扇 太极剑 还有太极拳 这都是张东盟校长教我们的 我们目前在学小六合腔 我武术学了一年半 刚开始学觉得很难 可是经过校长在下课 还有早自习的时间教我们武术 让我觉得练得越来越顺手 在比赛的时候也得到好成绩 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练武术可以让我更沉稳 静坐让我的心可以静下来 我觉得小六合腔是我打最好的 然后在练小六合腔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 例如一些动作比较困难 例如长腔 他的手部动作就需要很多 也需要一些技巧 然后但是校长会 我们不会的话去问校长 校长都会很亲切地跟我们讲 那个动作要这样做 下课或成天时间问校长 或问老师 然后动作多练几次 虽然学习武术过程辛苦 但在师长的教导下 学生们参与此事也获奖武术 展现优异成果 学校教导主任也表示 学生在学习武术之后 更能静地下亲来 不管是在课堂上 或者是早会集合时候 秩序都变得更好 那我们学校在学生学习武术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改变 就是学生在一个上课的时候 原本从比较烦躁 不容易静下心的状态 在学习武术之后呢 整个状况改善很多 武术让他们可以有一个静心的一个过程 那透过这样的训练 那很明显的我们在上课 或者是各种招会集合的时候 学生马上就能够透过静坐的方式 让心收敛下来 沉稳下来 那因为武术的锻炼的过程 其实对他在专注力的训练 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 在聆听老师的一些讲话的内容 或者课程上 他们的专注力 时间上都很明显的有一个增长 也有很好的效果这样 学校方面也希望透过学习武术 让每位学子身心动力有所成长 不仅可以提升学生专注力 也能够让身体更为强健 同时也希望能够多培养一份兴趣 不仅可以防身又能够强健体魄 未来初三国小 将以武术成为学校的特色发展 记者陈云志陆古香采访报道